大家好,欢迎来到刘姐厨房,我是刘姐 红薯别再蒸着吃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养生吃法 营养美味,软乱香甜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块清洗干净的红薯 用削皮刀削去外皮 去皮后再切成薄片 切得越薄越好,这样更方便蒸熟 红薯属于粗粮,它富含纤维素以及多种矿物质 经常吃红薯可以润肠通便,养颜美容 还能够增强机体的抵抗力 切好后把它收入盘中 把它整理平整,这样更方便蒸熟 放到蒸屉里 盖上盖子蒸15分钟 15分钟后,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红薯 用筷子轻轻一搓就能搓透 说明红薯就蒸熟了 把它取出来 倒入大碗里 往里面加入一勺白糖 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 然后用擀面杖把它压成红薯泥 压成这样细腻的红薯泥 接下来往里面再加入200克的糯米粉 糯米粉我们要分次加入 这样能够掌握好它的粘稠度 边倒边搅拌 如果觉得干的话可以加入一点清水 撕的话就加入一些糯米粉 搅拌成这样的面疙瘩状 下手把它揉成面团 把它揉成这样软硬失重的面团 盖上保鲜膜,饧着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托盘 往里面放入一勺淀粉 一勺糯米粉 用筷子搅拌均匀 再给它抖散开 然后放在一旁备用 接着揪下一块红薯面团 用手给它捏紧实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大小和鸡蛋黄差不多就可以了 攒好后把它放到托盘中 全部做好后端起托盘给它晃一晃 让每一个红薯球都能裹上一层干面粉 接下来再用漏勺抖掉多余的干面粉 我每一次可以多做一些 吃不完放到保鲜瓶里密封起来 放到冰箱冷冻保存 放上半年都不会坏 随吃随取特别的方便 接下来准备一把红枣放入碗中 再放入一把枸杞 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面粉 再加入少许的清水 把它们打丝 用手给它抓拌一会儿 红枣和枸杞的表面都有一些小折皱 这里也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 简单的清洗是洗不干净的 加入食盐 食盐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加入面粉 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可以把折皱里面的灰尘杂质吸附干净 抓拌至红枣和枸杞上面 有一层薄薄的淀粉糊 再加入清水 把淀粉糊给它清洗干净 洗净后控水捞出 再用清水给它多清洗几遍 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了 红枣和枸杞也清洗干净了 把它控水捞出 装入盘中备用 再用厨房剪刀把红枣肉给它剪下来 中间的枣盒就不要了 红枣营养丰富 可以养血安神 经常吃红枣还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枸杞含有多种的氨基酸 经常使用枸杞可以调节免疫力 调节血脂 剪好后把它放在一旁备用 接下来碗中加入一勺淀粉 再加入半碗清水 用勺子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我们的淀粉水就调好了 把它放在一旁备用 再准备一个小碗 打入两颗鸡蛋 用筷子将鸡蛋打散 打散后放在一旁备用 接下来锅中烧水 大火烧开 水开后下入红薯丸子 用勺子轻轻的推动 防止粘连在一起 开大火煮 煮的过程中要不停的推动 防止糊锅 水开后再往锅中加入一勺清水 这样红薯丸子熟的比较快 煮至红薯丸子完全飘起来 红薯丸子就煮熟了 用漏勺将它控水捞出 装入碗中 炼起锅加入一碗清水 大火烧开 烧开后加入50克的红糖 不喜欢吃红糖的也可以用白糖 用勺子搅拌均匀 化开红糖 然后下入红枣枸杞 搅拌均匀 搅匀后盖上盖子煮五分钟 五分钟后再下入煮好的红薯丸子 用勺子轻轻轻的推动 防止粘锅 再煮两分钟 两分钟后再淋上水淀粉勾芡一下 用勺子轻轻的推动均匀 煮至汤汁粘稠 再淋上鸡蛋液 蛋花形成后 用勺子轻轻的推动 看一下蛋花非常的漂亮 这个时候就可以关火了 关火盛入碗中 就可以给家人美美的享用了 这样一倒美味的红薯丸子汤就做好了 红薯丸子香甜软糯 加入了红糖 红枣 枸杞 补屑又养颜 大人小孩都适合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 关注 转发 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不样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 感谢 感谢